有一個電視台 董事長就找上了這位大師 也需要一點方向 因為那個電視台的老闆 也是新加坡來的 羅姐 嗨 我幫妳笑音 嗨 然後呢 好 OK 然後所以她也被迷惑了 她當然覺得說 我應該需要一個人 她像海裡面在那邊 幫她一把 對 我一定要需要一個浮沫 OK 她就找上了這個大師 OK 後來這個大師就告訴她說 我告訴妳 妳一定要在妳的電視台 就是那個建築的前面 妳要買幾根什麼東西什麼 細節我不清楚 可是她就指示她說 妳要做哪些哪些哪些的動作 OK 從這個硬體上面著手以外 她就說對不起 妳的公司裡面 電視台裡面有很多的老鼠屎 妳一定要去掉 她跟你命中待客 所以妳只要他們在的話 妳就沒有辦法 她說命中待客 可是我把每個員工 員工這麼多 那我怎麼把她命盤都給妳看 她說不會 不會 妳放心 自然會有 我會給妳一個答案就對了 妳知道嗎 說時即那時快 她那時候只是走到電視台的Robbie 妳知道嗎 我這樣講好清楚 她就看到妳知道嗎 她們可能有什麼員工的日誌 旅遊日誌 幹什麼 她就類似布告欄的東西 妳知道嗎 倩玲她做了一個動作 她就走到Robbie去 然後那個大師就這樣 只有 只有 就是很多人的照片 就是照片 而且是好像 就是韓信給B一樣 還好 絕對不是我們公司 妳知道嗎 她就走過去 就這樣說 每一個電視台都會說 這個八點檔是誰 九點檔是誰 然後我們推廣是誰 沒錯 然後我們這一個 這個主持人是誰 主持人是誰 都會幫她 她就這樣順手指 然後她是 然後她是整個電視台 電視台有她們的員工的 比方說日誌 或是什麼 那個照片什麼在那邊 她就這樣 這個 這個 開除 就這樣子 而且限期馬上開除 妳知道她這樣一指 隨便一指這樣子 多少個家庭怎麼辦 她怎麼知道指的是誰 像剛剛羅姐講的 她看到人家大老闆 把大老闆當小弟 妳講對了 妳講對了 所以這個完全是不負責任 而且完全沒有 妳不覺得一點愛心都沒有嗎 我就只是 反正我就是瞎著眼 我就這樣亂指引通 就那幾個人就瞬間沒工作 對 妳知道嗎 那個哭的哭 那個是哭天搶地 因為有的真的是有家庭的包袱 或者家庭的經濟壓力 沒辦法 然後那個 老實說 那個董事長也很妙 他真的就是 蛤子啪啪啪 他說東 他就往東 馬上執行 所以他完全沒給那些人 一點喘息的空間 大家一定會問我說 大家這樣照做了OK 該叮叮叮叮子的 該開除了都開除了 那電視台怎麼樣 蒸蒸日上吧 應該 他聽了半天話 把人家都被開了 就是羅姊講的 也沒有 那Hermes都拍賣了 對啊 如果你真的那麼厲害 怎麼妳看了真的 後來這個電視台譯主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就是血淋淋 所以為什麼我不喜歡 那幾個被他點到 每個都白犧牲了 真的 真的 人家何孤 對啊 不過妳剛剛講到造神 其實我有一點覺得 譬如說前一陣子的白龍王 大家看他好像也是一個 高高在上 所以他是坐在那邊 摸人家的臉 摸人家的頭 但是你看那整個 譬如說一大堆的人 每個人都穿白衣服 你就會覺得那個樣子跟真的 對 那個氣勢就做起來 或者是 或者是 你看到幾個梁朝偉 看到誰誰誰的照片 你就會覺得 他好像有一定的一個位子 對 那其實不只是在泰國 香港也有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白龍王 那時候包括香港很多 我們知道 劉德華 梁朝偉 劉嘉玲 都很多的人都要去請示 白龍王 去那邊拜拜 可是那時候其實另外一個人 在香港非常大家也都會去問他 包括劉嘉玲 梁朝偉 就是蘇明峰 劉嘉玲不是說白龍王不見他嗎 後來就跑來找蘇明峰是不是 沒有… 其實這個都是謠傳 其實他也見劉嘉玲 要講說這個蘇明峰 其實老實講 在香港當地 演藝圈是非常非常有名 可是直到大概十幾年前 大概20 就是梅彥芳過世的 應該是說那一年的農曆 農曆年 他那一年他就說 他預言 他說接下來 只要演藝圈屬木的藝人 不是死的死 那就是血光 難逃血光 我們說你這個太血了 就好像那個 我每次都聽到木了 對 就好像那個蔡老師 剛剛提到的 我就賭瓜哥 可能接下來有所謂的走過 有情觀要過對不對 他那時候就直接講說 只要演藝圈有屬木的 當然如果說一般民眾 有血光之在 而且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甚至失去生命 那時候他就覺得妳好辣 可是我跟大家講 講完沒多久 馬上就應驗了 這個事情大家都知道 張國榮第一個跳 在愚人節就跳 跳樓輕聲了 在香港酒店 沒有再起來過了 再來緊接著梅菇 梅彥芳 是不是都是木 國榮的榮 梅彥芳的梅 梅 對 都是木 我的天 然後再來是那個小黑哥 柯壽良 也接著柯 OK 然後這個其實 我起起皮疙瘩 因為那年是金 金克木 我想起來了 因為妳知道嗎 那年那個新聞我做的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整個 我就是嚇到 然後最可怕大家說 結束了吧 結束了吧 就突然冒出一個新聞 什麼新聞妳知道嗎 突然間怎麼有一個舞台 演唱會的舞台會 然後林子祥從那個舞台掉下來 那是同一年 同一年 然後還得到腦震盪好像 對 而且休息了非常非常久時間 所以那整個 真的不寒而栗 所以她那時候 等於是到了巔峰跟頂峰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套嗎 後來有一個命理節目 就請她來台灣 所以那時候台灣 有很多藝人也要找她 那我就小妹不才 因為我真的 她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完全靈 然後我在錄影之前 我就跟她閒聊 因為我覺得對她太崇報 因為我採訪過這個新聞 這些例子太嚇人了 對 然後我就說 她就說 我說妳有沒有空 妳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先跟大家講 她手上拿的 類似就是那種掌上型的書 非常小本 然後我就好奇 我就看了一下 她不像我們農民立法 移駕渠 可以什麼搬遷 什麼都不是 或者不移動土 都不是 她就是我也看不懂的東西 都沒有 那她只是很簡單問我說 那呂小姐妳 妳是西元幾年生的 那我就跟她講幾年幾年 好 其他再也沒有了 那我跟她講 我就在那邊等她講什麼 後來她講了第一句話 我那個眼淚就啪 就掉下來 她真的完全不認識我 妳說什麼 她就說 她說 呂小姐妳 我想如果我沒有講錯 妳現在是結婚 妳已婚 妳旁邊是友人的 我說對… 她說但是我告訴妳一件事情 妳這輩子 所以我整個都哭到 然後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叫這個人幹什麼 你知道嗎 但我就哭不及 恭喜妳了… 恭喜妳了 喂 什麼話 可是那個時候 妳是真的都是沒有辦法 她就沒有辦法 她就沒有辦法的時候妳 到目前我離婚之後 我沒有花過她一毛錢 所以那時候頓時心酸淚 再來 可是那時候就是結婚的狀態 那時候哪個女人 不希望自己就是安安穩穩的 度過一生 然後她又告訴我說 妳非禮可 我跟你講我這時候 我那時候怎麼可能太誇張 她講話好直白 其實滿嚇人的 那等於是 對 那等於是我 她講完之後 我過了七八年才離婚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要驗證的 那時候妳想起來 妳就覺得不寒而慮 那妳會聽到她只有陰影 我沒有陰影 我是忘掉 我是後來驗證 我只知道說 她說花不到她一毛錢 我整個哭了 因為我二十三歲就認識她 我前夫 我一直沒有花過她的錢 我覺得她聽到沒有花 不能花她的錢 好像比她要離婚更難過 哪一個女人的事 最可怕的是 我就說沒有難過的 最可怕的我問她說 我真的好累好累 我說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我跟大家講 她說妳真的 妳沒有這個命 妳就算妳想退也沒辦法 妳這麼心裡夢夢想 既然花不到她的錢 也就離了算了吧 沒有 妳知道 借妳 沒有… 借妳聽我講 沒有 那時候不會 那時候只是希望白頭鞋 她告訴我說 妳至少要做到六十五歲 我真的哭到真的不行 妳不要哭 做到六十五歲才退休 人家現在五十五就應該退休了 妳還多做十年 我剛是有點嚇到 我好怕的 那代表太勞怒了 妳至少要結六歲 她嚇死了 然後離 一定離 再花不到她半毛錢 她有沒有在講說 只要結兩次就好了 第二個還會給妳錢花 而且這個就搞定 沒有 因為我沒有給她錢 她應該就不講了 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大家都有算面的經驗 譬如說我們下面的這一位 她剛剛自己講說她是 算了一輩子的命 從小一直算到現在 但是我知道妳中間 好像有去出國過對不對 我是不太知道說 如果你出國了之後 妳是要在國外算命 還是妳在台灣算了擺著 還是怎麼樣 出國以後 這個故事其實我從來都沒有 提過 因為我那時候 連我的經紀公司我都不敢提 不敢提的原因就是 那個時候我去紐約遊學 然後去的時候我是一個人飛 然後飛到當地是早上 他們就派了一個華人的大哥 來接我這樣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 就是我們一直開… 要到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其實是在上西城 很高級的一個學校 對 然後我們要走的時候 我們就經過了一個橋 有點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有點像我們的高架橋 那妳知道 如果妳有一個高架橋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在走高架橋的時候 旁邊還有一個高架橋 因為紐約橋很多 我有寫的私底下也在別的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是因為我跟那個大哥一邊在聊天 然後我就看著窗外 我就…因為我也有時差 然後我又很緊張 我就想我自己來很緊張 看著窗外又很新奇 然後我記得我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我是先看到 橋的某些部分是在水裡的 就是等於是橋的某些橋墩 是在水裡的 然後我就沿路這樣子 看到某一個角的時候我愣了 我看到隔壁的橋墩的外面 掛了一個人 什麼意思 就是掉了一個人 什麼 上座的狀態嗎 我全身雞皮疙瘩 我怎麼回事 而且他是早上 是早上 是早上 大白天的 你可以看到在橋墩上掉了一個人 而且我是遠遠的 大概可能這麼遠 我就覺得怎麼有個黑點 黑點就是 那個人是穿黑色的洋裝 然後黑頭髮 然後黑色的線掉著這樣 然後我還這樣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然後我就愣了 其實我愣了 我就這樣 後來過了一下下 大概幾秒鐘 我就跟大哥說 大哥... 那個橋墩有一個人這樣 然後他就用旁邊的照後鏡往後看 他說哪裡...有一個人 他就看那個照後鏡 他就說沒有...你看錯了 我說真的有一個人 很明顯就有一個人 他說你看錯了 你看錯了 你眼睛花你時差了 對 他說看錯了 你看對了啦 太累了 但我真的看得很清楚 然後後來我就到了那個學校 然後我住15樓 我們那15樓全部都是宿舍 就是也有四人房 兩人房 那我睡一人房 那我的那個房間很簡單 就是門打開之後進去 這裡就是廁所了 這就是床了 這就是書桌了 那也就是窗戶了 那美國都是一整片的窗戶 然後暖氣不是都在那個窗戶旁邊嗎 然後窗戶是堆開的 然後我一進去就開始收東西 然後那個設計也很好 他就說你等一下收一收 下午就來跟大家玩 不要一個人躲在房間會很無聊這樣子 我說好啊 好啊 好啊 那我就收嘛 我就開始收收收收收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被嚇到 我一直覺得我的窗戶外面 就掛了一個人 因為跟著你了 跟你回來了 可是那個時候是中午 那個時候是中午 大中午 妳之前看到有大白天 我沒有看到 我又不一定要在鬼白天會出來 好像掛了一個人這樣 但我就想怎麼可能 然後就下去跟大家玩了 或到晚上 然後回來 回來 然後就睡了 然後我那天晚上睡的時候 我夢到了那個人 就是掛在窗台的那個人 怎麼知道是那個人 因為他就永遠都是黑色的洋裝 黑色頭髮 都就是掛著 衣服都一樣 然後我夢到是我看到他掛在 我的窗戶外頭 然後頭是向外的 就這樣掛著這樣子 頭上外 所以妳看到是他的背影 背影 我看到是他的背影 OK 妳看他的頭髮 背影 然後 隔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 我其實嚇到了 我就想說 怎麼做噩夢 但是我的直覺聯想就是 一定就是自己 日有所思念 日有所夢 對 而且又有時差 然後又一個人就沒有太緊張了 對 又沒有跟同學玩這樣 看到我那一整天就跟 對 我那一整天就跟同學到處混這樣子 結果很妙的是 我那天晚上大概六點多 天已經暗了 然後我就回到了房間 然後我很緊張 所以我就開了電視 開了電腦什麼時候 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那因為我說我是從小算到大 就是我從小時候發片 公司算藝名開始 我就很愛算命 那我自己其實有一個 秘密的老師 那這個老師就是一個大姐 在台灣嗎 在台灣 一個什麼事我都會問她的 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 然後我就說 她就打電話 對 她打電話給我 然後打來她就說 你在哪啊 要不要來我家坐坐 我就說我已經在紐約了 她說難怪剛剛聲音 就是電話的聲音有點怪 然後她就說她睡覺的時候 夢到我去她家敲門 然後進去喝茶 然後跟她講 我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我看到了那個女生 然後又在窗台看到那個女生 所以她都知道 對 她就說她夢到 我跟她講這個事情 謝謝妳的靈魂 她夢到了 但是她主動打電話給妳的 她打給我的 然後我就整個人發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看了我的命盤 確實是有一個結束在那邊這樣 然後她就說妳趕快回來吧 妳就是不要想什麼 妳就趕快回來 我就說可是沒有可能 因為我才剛來一天 對 對 因為這個還沒問題 對 現在有什麼理由 很奇怪 睡了一覺 我就說沒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工作 沒可能 妳怎麼不會飛飛機的時間 比躺在妳有約的時間還多 對 然後後來她就說 她就說可是真的很危險 我說可是真的沒有可能 然後她就說好 那妳小心 妳就是該念的咒 然後該擺的東西 妳就自己小心吧 我就說好 然後那天晚上我不敢睡了 我覺得太可怕了 可以這樣講很毛吧 我不敢睡了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電視啊 電腦都開著 我想說頂多一個月嘛 晚上少睡一點 白天打顆睡沒關係 但是我睡著 我睡著的原因是 我醒來的時候呢 這個是窗台 我是坐在上頭的 然後我是對外的 睡就要交七五樓 我去十五樓 大家都知道 張蘭蘭的下場是什麼 但是聽說這一段之前 是不是有被預告過的 我看到了一件事情 妳看到什麼 她說 她說 妳的男人 妳的先生 躺在他自己的血裡面 躺在他自己的血裡面 然後她就回去跟她老公講 其實當時 張蘭蘭其實她是拜信拜疑 她就問了她一句話說 我問妳一個位置好不好 我說妳說 她自己問 不知道